订阅本频道不错过任何诚意资讯 对家粉丝在诚意的品牌方下面留言 他们是不知道品牌方有多宠诚意吧 前两天对家粉丝和诚意粉丝在网上吵得不可开交 随着诚意站出来后果果们都不屑理他们了 他们看着没人理他们 又跑去诚意代言的品牌方下面留言去了 妄图用只字片语就破坏诚意在品牌方心里的印象 这是谁想出来的 怎么这么幼稚呢 他们怕是还不知道诚意的品牌方有多宠诚意吧 在诚意生日月时 一个个品牌爸爸争先恐后的去长沙无人机表演 就为了给诚意庆生 地广更是铺天盖地 那段时间可能天上飞的鸟都知道诚意要过生日了吧 在诚意被全网黑的时候 雀巢一样坚定不移地选择了诚意 一直陪着他走了这么多年 在富山海宣发翻车时 李子元连夜曲官富山海官威 给了诚意底气 让所有人知道他和诚意站在一起 在直播时他不是夸自己的产品 不是卖货 而且疯狂地夸诚意 当别人问到为什么他要铺那么多地广时 他说他自己私心地想让更多的人看到诚意 简直不要太爱 品牌方这么宠诚意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诚意的商业价值不可估量 只要诚意代言的品牌一官宣 几乎都会被一抢而空 爱普斯巧克力官宣当天 主播上班才两分钟 整个店铺就被强得只剩店名了 不光评价产品就连奢侈品地多和浪返也是 手慢了完全抢不到 不管黑子们怎么跳脚 怎么诋毁 诚意的商业价值 品牌爸爸们可太清楚了 所以又怎么会因为别人的一两句诋毁的话 而动摇诚意在他们心里的位置呢 节目最后 希望小伙伴们点开小铃铛 follow一下 本频道专注诚意作品 资讯与综艺 一起为宝藏偶像大块